春节检疫7加7民众 日前返台21号起码可以返家检疫 但有民众在家收到违规简讯 就怕无辜挨罚100万元 主动打电话到区公所询问 没想到区公所竟然回他 无需理会违规简讯 因为电子围离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让他相当傻眼 电子围离形同虚设 也敢7加7吗 这种神坛式的防疫 整个败序其中 这个实在是太可怕 而且面对Omicron 恐怕是疏漏连连 会有很多的破口 就等他查出来的情况 再跟大家报告 7加7乱象还不止如此 一名徐姓男子向网络媒体投诉 14号入住防疫旅馆 实施前7天旅馆检疫 却收到卫生局通知 同班级有人确诊 要再多住7天防疫旅馆 但1.5万元的住宿费用 却要他自行吸收 痛批太不合理 另外还有一名住在 北市防疫旅馆的何先生 原本21号下午5点 就可以回家实施后7天拘检 但却收到通知 因为防疫计程车量能不足 强制他住到隔天早上 被迫变成8加6 台北市民政局强调肉 特殊需求也可以找 供应处平台协助派车 春节7加7上路 乱象却不少 印发民怨 政府的配套 势必要再更加晚辈 记者杨氏旭 陈嘉伦 台北采访报道 在全球市场上 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